windle rates 这边也有,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 主要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 row 这个 column 本来是减3 改成减2 从2开始 那如果说我要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刚刚的这个部分 改成VBA的话,其实程式也不多 程式基本上大概就是只有一个货回圈 两个货回圈 加上一个一样有k 一样有k加1 k等于k加1 那怎么写 其实跟刚刚的写法很类似 只是说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要写这个 几个思考方向 要不就是说我们可以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三列 把这些资料一个一个放过来 这样是一种写法 可是后来发现 这种写法的话 你必须要解决哪一列哪一蓝 蓝跟蓝变成说 那个位置 你会认为这边是2 然后2要有4个 然后蓝要要从哪一蓝 从哪一蓝 从这个第4蓝 然后4567 这个你要解决这个数字的 要变出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方向思考 就是说我可以先知道说我要放在哪里 而不是说我要取什么资料 所以我换一个方向思考 我先把时间结果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都OK了 那怎么写呢 第一个我换一个方向 如果要本来是写for i 等于第二到第三三 那我换一个方向 我是思考先从这边我要放哪里 而不是我要从哪边取资料 假设我要从这边我要放到这边的话 那我的写法是什么 for 这个范围嘛 for i 放在这个位置等于什么呢 第几列呢 第2列到第9列 所以我可以先告诉他说我要放的位置是在 第2列 好一样ness 然后里面的话呢放一个i 那哪一蓝到哪一蓝 蓝的部分的话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追指的是蓝 那这个追因为for回圈里面呢只能放数字 你不能说for d 到 g 他不接受 你只能给他哪一蓝 第4蓝 第2转连4 4567到第7 意思就是跟他讲说 我要先把我要放的位置先告诉你 然后呢我直接把要放的写在前面 sales 那你直接告诉他说第i列的地追蓝 那这个ij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sales hij 它变出来的范围实际上就指这个范围 然后他会先i是第2列 先把第2列先跑完 因为追的值 他会从第4蓝到第7蓝 所以他会先这个先放这个 再放下一个再放下 直到再下一列 再下一列直到最后一列为止 就全部跑完了 那再来就是后面的东西 后面的来源从哪边来呢 后面的话呢 我的来源呢 我刚刚下 我基本上我要抓的资料 是从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呢 第2列开始 所以其实我这边有个取巧的方法 跟刚刚一样 我可以从哪一列开始抓 k等于2 我从他的第2列开始抓 然后呢 我要从他的哪一个储存格 一样用储存格sales 第几列呢 就第k列 第几蓝呢 就第b蓝 有没有 这样的话他不知道第一次就抓什么 就把什么呢 第一次呢 他就先把这个资料 帮我抓到哪里呢 抓到这边来 所以刚刚好 这个资料 就帮我抓到这边来 一直抓到 就一个一个的帮我放过来 但是最后还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哦 k怎么样 k 等于 因为要下一列嘛 预设是第二列 k等于 k 加 1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个写法最后 我们先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写法的话 它其实是 等于是我们刚刚的第一阶段 不过如果你这样看不 你其实最后可以加一个 那个自动调整蓝框 我们刚刚不是选了四栏 然后再点两下吗 其实在VVA就是写一个colons 然后跟他讲说 我从第第一栏到第G栏 然后点后面加一个autofits fits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就是等同 刚刚我们选了四栏 所以多选一个colons的物件 colons 就是第一栏到G栏 自动调栏宽 所以我跑去这个地方 之行 有没有 自动调栏宽 其实就是这一行而已 ok 这样蛮好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记一下 这个哪一栏到哪 以后弱的话 裂的话就弱 弱死 哪一裂到哪一裂 也是一样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可是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切割 那刚刚不是用mid 对不对 在这里的话我们怎么转 记得一样在外面包一个mid 钱瓜糊 一样把这个资料 其实就指的是这些 逗点 一样用len 算哪一个的长度 算的就是 应该是跟什么 跟他同一蓝的第一列 同一蓝 蓝的话呢 特别说蓝 基本上我这边有个变数 i是列 j是蓝 所以其实你可以的 把这个j放过来就可以了 他就会一直变动 4567 其实就指的是def ok 所以其实 sales 你可以讲 sales 瓜糊 d 追蓝 我跟他 一先列 哪一列 一定是第一列 一定的话呢 不会改 锁住 就有点像如果说以后你是锁住的状态的话 那你就干脆写1 e因为不会变 逗点 def 会变 所以你就写个追 这样子后瓜糊一下 所以你两边可以比对一下 刚刚我们的写法 其实在VBA里面 刚刚是L1 瓜糊 D 钱的符号是在E的前面 所以如果E的前面有加钱的话 就是以后在VBA可以写成这样 如果没有就写成不固定 可以这样转变 我的习惯就是 那边可以写 这边就这样转 再来后面的话呢 斗点 不是 加2 刚刚有加2 每次都忘记 斗点 什么 几个字 99 后瓜糊 好 写完了 所以刚刚那个地方可以写出来 其实同样逻辑也可以转换到这边来 应该可以懂何意思吧 另外其实你会发现 哇 这边K K又出现了 所以其实K还蛮好用的 这个K蛮多地方 有了它之后 感觉很多地方本来很麻烦的 一下子好像变相对简单了 VBA的程式就写完了 我们来跑一下看到OK 一样加autofit 所以执行是他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程式有没有很多 其实程式也不多啊 主要就是什么 要把重点讲一下 一 先跟他讲一下 你要写的这个蓝跟列的范围 所以我就是for I for I就是指的是第二到第九 有点像天空地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把这当范围 你要把某个来源写到另外一个去的话 你就把这当来源 当一个范围 然后呢追的话指的是哪一栏 记得把它转成数字 第四到七嘛 所以就把它 然后Sales I指的是他的每一个储存格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 等于是丢过来 丢的来源就是什么 先用一个Sales K列的B栏 就是这个B栏 然后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K等于2 有没有 然后呢 后面的话记得K等于K加1 那并且用MID去切割 这个切割方法 跟刚刚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用VBA给做出来 OK 理论上应该我觉得难度也不见得 比那个刚刚的那个写法来的困难到哪里去 不过它的弹性非常大 以后你可以做一些修改 或者甚至你可以很多段程式全部串在一起 是都没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云端上也有 请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快不吝点赞